立夏 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 一个象征着夏季开始的节气 立夏的到来意味着春夏交替 年蜀即将来临 此时万物繁茂 因此夏有着大的意思 东小麦洋花灌江 田间正是一片生机勃勃的嫩绿色 这时夏收作物的年景基本已经定局 所以农宴有立夏看夏之说 进入立夏节气 昼渐长 夜渐短 清温明显升高 雷雨天气也逐渐增多 一阵雨过后 清风拂面 沁人心脾的微凉中 伴着不易察觉的暖 路边的槐树芳香飘逸 嫩白色的花瓣引满了瓦片 屋檐间 新结的蜘蛛网 纠缠着鲜鲜细雨 还有院落边 红砖老瓦下长出的小野花 都难掩出夏之景 就这样 在这些充满夏日韵味的 古老而朴素的祈福中 告别了春天 迎来了夏日